主委 現行法律跟修正中的草案都要播出 都要播出嘛 對 一定要播出 也就是說我們原住民電視台應該是要列注在B仔的頻道嘛 對 不管他的形勢什麼樣 一定要在有線平台播出 但是現在我們原住民電視台啊 現在是有點切身未明啦 因為我們原住民電視台 現在他的性質呢 他的定位還是不明 我們現在目前是 原民台要繳 每年繳八千多萬 給那個公司基金會 請公司基金會呢 用衛星來上甲 但是他不是一個頻道喔 不是一個頻道 現在目前原住民電視台還在申請 申請這個頻道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將來這個廣電三法修法之後啊 萬一他不是列入在一個B仔頻道的話 原住民電視台可能就消失了 而各位報告絕對不會漏失了原住民電視台 他是一定要播 他是法定必載 而且不管他的頻道定位或屬性怎麼樣 一定要播出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如果廣電三法修了之後 那我們原住民電視台 目前是用衛星來上架 是租用公司基金會的嘛 那將來如果廣電三法修了之後呢 那我們原住民電視台 因為它還不是屬於一個無線電視台 訂閱不明 那這段期間 我們要怎麼樣來協助 報告委員 這個 就我所知呢 原民台確定零有一張的是 衛星廣播電視節目公益事業的那個執照 所以它一定可以以頻道的形式 在有線電視的平台播出 現在狀況是這樣的 修法呢 它也是法定必須播出的項目 所以絕對不會漏掉 這個法律是沒有問題啦 是 法律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有線廣播電視法 它第三十七條 就是已經有明定了 系統經營者同時轉播依法設立的 無線電視台的節目及廣告 那延民台還不是無線電視台嘛 但是不得變更其形式內容頻道 並應列為基本頻道 那同法第三十七條之一 為了名指 為了保障客家 原住民語言文化 中央主管機關 得失情形指定系統經營者 免費提供固定頻道 播送客家語言 原住民語言的節目 這個三十七條跟三十七條之一 都定有明文嘛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法律是沒有問題 現在問題是你操作了之後 因為現在大家說 無線電視台 這個要列入這個必載頻道 但是呢 我們在這裡面呢 並沒有很明確的 這個無線電視台裡面呢 有客家電視台 是列入在公司基金會的必載頻道 但是原住民電視台沒有 我跟我們報告 這個原民台跟客家台 不論它的頻道屬性怎麼樣 不管它有沒有在無線播出 或是它是衛星 它一定要播出 因為呢 在現行法是說 為了保障這個客家 跟原住民教育文化的發展呢 這是指定必須播送 所以它頻道不管屬性定位是什麼 一定要播出 然後那修正草案中的 院版的第三十三條的 第四項呢 也是它必須指定播出 所以不管它的頻道屬性如何 一定有這兩個電台 原民台是絕對不會遺漏的 那主委你講的就是系統精英者 是有沒有 是每一家的系統精英者 是每一家 每一家 包括哪些 我們所有的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精英者 跟所謂的播送系統 都要播 都要播 就包括公視 那個是指頻道 公視的話是所有公視的頻道 再加上原民台跟客家台 是一定要播出 在每一個平台都要播 每一個平台都要播 是 那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現在目前客家電視台 客家電視台在公視基金會 這邊播出嘛 它是不必付費的 它是不必付費 但是我們原住民電視台呢 為什麼要付費 包吻這涉及公網集團內部的運作 應該是文化部主管 本會並不了解預算的分配 這個部分可能這個 主委你要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是講說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系統精英者嘛 免費提供固定頻道 這是本會指定系統要播的 但是剛才委員所提到的 就是公廣集團內部預算怎麼分配 這是文化部主管的 本會並不經手任何那個 公廣集團內部的預算問題 那目前我們現在是 圓明台是租用嘛 像公視租用頻道嘛 我們目前是這樣子啊 我要去了解一下 到底這個公廣集團 跟這個圓明台之間的契約關係 因為這也不是本會主長的事項 所以是這樣啦 那個這是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 是 因為以前圓明台是在公視嘛 是 那公視的話那個也是 那個也是租用的 但是從圓明台離開公視基金會 到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的時候 公視說你離開我了 你自己 自己管自己的生存 所以你既然是離開了 到了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 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 等於就是要負責你 所以公視基金會就不管了 那客家電視台還是留在公視基金會嘛 那所以 客家電視台是不是因為這樣 就不用 不用就是免費 那我們圓明台呢 這個還是要付費啊 委員所說的應該是指 他們內部有關於衛星上鏈費用的成本分攤問題 但這個部分本會並不經手 但是關於採購衛星轉頻器的部分 本會有協助文化部處理這個問題 採購轉頻器的部分本會有協助 但是關於預算分配並不是本會的執障 好 那主委那個再一次就是主委能夠保證 就是我們現在的原住民電視台 是 在這一次廣電商法的修正 他不會喪失他的一個 這個播送的這樣的一個權益 是 現行法跟修正查案都會堅持這一點 都會堅持這一點 是 那現在是等於是沒有 沒這個修法的必要 沒有 我們修正的條件更精確的指出 剛才委員所說的 就完全按照這個運作的方式很清楚的說 原民台跟客家台絕對不會在平台上漏師的 一定要在平台上播出 好 這個我想 在這邊也特別好 就是我們現在各黨團都有不同意見嘛 都有不同意見 不管無線電視台 這個是列入B仔頻道或怎麼樣 但是絕對不能 這個 忽視我們這個原住民電視台啊 這個他的一個公共性的 這樣的一個頻道 雖然他的定位還不是很清楚 他也還沒有取得一個頻道的一個身份 還沒取得 但是呢 在這段過渡期間 他也許可能還需要一年到兩年 現在目前在申請設立頻道嘛 那這段期間 我是希望 嚴明台啊 能夠 這個主委能夠幫忙 而且是能夠照我們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37條 之一 這樣子來做 我覺得法律是沒問題啦 是 法律是沒問題 是 那但是現在是大家都在講 這個無線電視台 20個無線電視台列入B仔頻道 那我們現在是擔心 嚴明台是沒有在這裡面 那當然有主委這句話我們就比較 我們一定會這樣貫徹到底的 好 好 謝謝主委 是 謝謝委員